聪明 你智商就那么低 没进化好 为什么你就不知道 废分封行俊县 你干嘛上来就搞分封 周朝的生产力水平怎么样 跟秦始皇那时候能比吗 不能啊 秦始皇那时候都铁器牛羹了 周朝还木头耙子呢 对吧 你不能比 生产力水平落后 这么大的地儿它怎么样 没法统治 明白吗 希腊罗马 小国寡民 搞民主 罗马帝国一形成 它就搞什么了 独裁了吧 地盘一大就搞独裁 没法民主 雅典一共一万多人 全体公民大会讨论决定 一共一万多人 当然可以全体公民讨论了 男性成员一万多人 站在山坡上喊吧 同意不同意 是吧 同意的生大就同意 不同意的生大就 不同意 投票都省了 站山坡上的会场 一共一万多人 全体公民大会 是吧 这一万多人都有资格 当这个什么义员 直接民主 就这个意思 中国能这么搞吗 中国当时多大 周朝的时候 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一千万人口 欧洲人就无法想象 在遥远的东方 有这么一国家 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是什么概念 欧洲人没这概念 希腊一共才多大 今天希腊共和国一共多大 十几万平方公里 当时几百个城邦 几百个国家 十几万平方公里 几百个国家 什么概念 大国有海淀巨大吗 小国是跟清华大学怎么大 对吧 几千人他就是一国家 要不斯巴达国王 干嘛领了三百个卫队 对吧 干嘛领了三百个 三百个卫队 他那个斯巴达王国 他那个王国的那个统治者 皮里阿西人 一共就九千户 你按每户十口人算 咱一般说五口之家吧 十口 你算多点 九万人 九万人 国王能领三百人 就已经很多了 你想想 那不得了了 占三百分之一了 很多了 是吧 所以他就觉得不得了 他一共全国人口九万 是吧 九万嘛 这就是他统治阶层 但是他还包括外乡人 包括奴隶 是吧 他九万人 咱中国一千万 你想象出来吗 你你你你 现在中国人口世界第一的这个记录 从山顶东人时代一直保存到现在 是吧 一万多年 两万年 中国人口世界第一 两万年 从来没有人吵我 现在本世纪 这项桂冠终于要被印度摘走了 是吧 我们很愉快的把它让给印度 是吧 你世界第一 是吧 我们这个第一 我们不争 是吧 印度年年追我们 追中国 终于在生孩子的速度上 追上个中国 是吧 其他他没追上 是吧 所以这个 为什么他搞分封 生产力水平怎么样啊 他低下 中央天子无力对这么大的领土进行什么 直接的管辖 所以我封昭公于燕 我们北京 燕国 然后我们 这个不封 不搞分封 要中央直接统治 天子任命一个官员 到燕 坐着马车 走了两年 才到这儿 刚到这儿 您任期满了 回去吧 回去吧 我沿途要经过什么 沼泽 怎么办 排开了沼泽 车才能过去 这排沼泽的工程 没一年完工得了吗 沿途又经过了 森林 披荆斩棘 砍出一条道 这车才能过去 是吧 然后这一路上 这车轮坏了N多回 还得自己坐轮子 是吧 这车才能前进 你想想 马累死了 你想想 在逮来野马训练上 再拉着车走 你想那地方 他没法 没法天子直接管辖 就只能怎么办 搞这种分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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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